然后咱把机器加完水之后脱毛垫 开机 这是一个开机界面 上面代表的意思是面图 下面是脱毛 我们一般就点这个脱毛 然后进入一个操作界面 这个操作界面呢 这个地方呢 显示的是一个水流量 那么呢 机器在没有工作的时候 它这个流量显示未临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实时的温度显示 这个地方呢 是咱们打的发数显示 这个呢 是男女的一个选择 然后呢 在下面 A B C D E 是一个身体波尔的选择 我们选好身体波尔之后呢 然后呢 它有一个默认的一个参数 默认的参数电流呢 是百分百 然后这个麦宽呢 是5到400可调 那这里呢 显示的是35毫秒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频率1到10可调 那这里呢 默认的是7 那我们在这个默认的参数上呢 先点ready 3秒之后呢 它有一个变色 这时候呢 就代表这个手柄可以出光 然后再按这个制冷 10秒之后呢 手柄就开始制冷了 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本来是有一个手环的 然后把这个环呢 踏到这个手袋上 防止这个手里脱落 然后呢 这个手柄先在皮肤上怎么样 先划脸 再让科普应该适应的过程 如果没问题的话呢 就紧贴着皮肤 然后按动手柄 这样的话就可以进行破锚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进行破锚了